政府扩大小贩生产力资助金计划 鼓励巴沙摊贩借助科技提高生产力 另外全岛114家小贩中心的摊主 这个月起将分阶段获得至少200元的 一个月的租金减免 应对2019冠状病毒带来的冲击 预计14000个摊主将会收回 环境级水源部高级政务部长许林炫博士 在国会辩论部门开支预算时指出 环境局和当局制定业者管理的小贩中心摊主 这个月将免除50%租金 接下来两个月再分别免除25%的租金 以应对冠病冲击 而巴沙摊贩下个星期一起 也可通过小贩生产力资助金 借助科技提高生产力 小贩生产力资助金将从3月9日起 扩展到巴沙摊主 并涵盖更多种的自动化器材 包括对列管理系统 我们也将把申请期限延长至2023年3月 为加强环境和食品卫生 当局将提升约2600名环境卫生管理员的技能培训 食物卫生管理员的培训框架也将强化 并成立新的高级食物卫生管理员框架 我国将在今年和2022年完成三所新电子垃圾回收场的建设 可创造430份工作 每年也可处理5万多吨电子垃圾 政府也探讨设立试验设施 把回收的塑料垃圾转换为新生油 向零废气和低碳经济再迈进 另外政府也有意修改公共环境卫生法令 明年开始在一些场所推行强制性清洁和消毒标准 感谢观看